你应该不像没有男朋友的人吧 我确实没有男朋友 你们家里为什么比你这么紧张 今年多大年纪啊 今年28岁了 本身自己也知道到了结婚的年龄 爸爸妈妈肯定很着急 更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姥姥 我姥姥今年过年就88岁了 她看到我的表哥表姐结婚 她不可能没有期许 我希望能够给姥姥一个交代 那你不觉得这样挺不安全 我也是要有自己的考虑的 就是我也要有自己的审核 你了解她的前情过往吗 这个 你了解过她是否在公安局有备案记录吗 这个还真没有趣 是啊 你怎么确定她就是个好人呢 她一个是长得 我觉得特别讨老人的喜望 还有 明明是我这种长相最讨老人是 老人肯定说这么帅的 肯定没好果子吃 肯定心里不踏实 我这样才最安全的 我一直都是人家俩同一份 咱俩就同一份 你真会说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只好承认 我跟你说 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 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 我跟你说长得帅 人面瘦 心得多了去了 你被欺负的多惨呢 今天他租给你 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 结了婚之后 可能他还拿这赚卖快呢 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 智琳老师说的 句句入情入礼 我突然觉得 觉得老师童年不太 好像不太开心 我说的都有拿实际说话 再者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 白发苍苍的父母 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 肯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 我也是衡量过的 就是骗与不代之间的内疚 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 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 你无论当时身旁是谁 我都会抱着 我就是看到重复的 最自然的反应 最正常的反应 听见了吧 自作多情了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说点实实在在 你到底喜不喜欢 别装傻 真的轻轻提醒 都闹到我这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这个是他闹的 是他闹的呀 你不来了吗 就是我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眼神 还有他给我的 他冲我微笑 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 我觉得不是说 但是 就但是我见到 每一个人我都会笑 难道还哭呢 那个小伙子 你对他笑一下 酥了吗 我只能说 你很漂亮 其他没了 谢谢 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 然后我也挺羡慕的 加油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就继续追他 一定会成功的 一会儿 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假的 你们会重新 好好认识 如果经过了 实际的检验 你们俩并不合适 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面对未来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好 任何一种坏的事物 都有转为好的事物 但不是百分之八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 我相信成功率 可能连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都到了 但是如果你们好了 我们还是很高兴 大家这还得看他答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 徐鹏 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时间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从一回来 然后到现在 你一下子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我 租你回家过年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让我父母 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 然后我自己想奋斗 我是北京人 然后我有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 因为房子 然后奋斗 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说的这个立足是指的房子 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耽误 我跟你的之间的交往 而且你不觉得 就是从我们认识 然后到现在 然后到回到老家 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历历在目 你很多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 做的每一道菜 虽然很好吃 但我都没有说出口 你喜欢的小熊 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真的不相信老汉 我觉得今天在场 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是一个认真的 我是想跟你 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去认识 去了解 去在一起 实际上我的重心 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的 这样吧这样吧 我给你一样东西 好不好 是热墙的人 我们可以证明了 天太 陽さん 就像一样东西 让他们学匀 地产生 在行了 出口 优优独播 好 评似 雯 来 罢 为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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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